我店里有养一只狗 那狗是一条熊狗 然后它因为 它的养育蛋蛋发源 所以不能够吃饭 我每次放饭盒在那边给它吃 它不能够吃 所以之前 它这个病不是刚开始 之前已经做过一次了 因为我对营养有支持 我知道发源就是要给鱼油 所以我给鱼油 我给了它三个礼拜 才好 可是我给它泰荷枝 我就一直喷射在它的蛋蛋那边 它开始就会慢慢消远一点 到了第三天 这只狗就能够开始吃饭 第四天就看到它很活泼 不然它就一直躺在旁边 这个是我用泰荷枝 用在狗的身上 然后我本身 每次我要开门做生意的时候 要拉那个铁门 要尊上尊下 这个膝盖很痛 很多人讲 他说你膝盖痛 就是一定要盖制 有没有 这我吃很多了 功效还不是很大 一直到我接触泰荷枝水 每一天勤劳喝泰荷枝水 大概是我喝了整整三个月过后 那个酸痛我开始慢慢减肥 一直到现在没有在平通 就是营养品的功能化肥了 就是可能这个泰荷枝水 再加上这个营养品 一起配合起来 才解除掉这个 因为我看你的样子好看很多 整个亮起来 就是这样子 谢谢你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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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